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我是小赖,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命苦之人一看便知,苦命人有着三种特征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眼,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空乏其身,行福乱其所为 摘子孟子告子 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不如意的事 有人也会因为诸多的不如意和困难 进入到人生的低谷期 有的是事业失败,有的是感情不顺 有的是家庭不和睦,如果事事都顺利那就不是人生 面对苦难和挫折时,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面对方式 有人选择迎难而上积极面对 有人选择急忙逃避,负能量爆棚 不同的选择又不同的结果 对于人生,老祖宗总有忠告留给我们 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经验 留下的忠告就是为我们指点人生 在老祖宗忠告中有一句是命苦之人 一看便知,而这些苦命人大多都有这三种特征 别不幸,一,斤斤计较 世经周送直径,自比成康,言有四方,斤斤其名 人生就是人生活在世间所经历的事 人生在世总会有的有失,有的人对于得失斤斤计较 有的人面对得失一笑而过 不是说斤斤计较不好,也不是去宣扬一笑而过 凡事大而化小,小而化料是最省心的事 有些人觉得生活得不开心 又或者觉得人生处处都在为难他 其实大部分都源于自己太过计较了 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自己失去了什么 比别人少得到了什么 无时无刻不再和别人比 想的东西越多,烦恼就会越多 子禄曾经问过孔子 君子也会感到忧愁吗 孔子回答说,君子得失淡然,所以有终身之乐 小人患得患失,所以无一日之乐 小人总会去计较自己的得失 而君子则会想到这件事能为自己带来怎样的成长 眼界不同,得到的东西就会不同 正所谓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心胸开阔地活着烦恼和痛苦就会越来越少 而斤斤计较的越多,在乎的东西也就越多 痛苦也自然就越多 命苦之人并不一定是遭遇的苦难多 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对生活的不满 处处计较觉得不公平 从而才会觉得自己命苦 二,毫无底线 曾国藩的敬畏观中提到心存敬畏之心 方能行有所指 做人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不论是对待人还是对待事 一定心存敬畏 做人不一定能做到看透明丽 但要懂得其中的底线 一个没有底线的人是不会受到别人尊敬的 孟子中有一句话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兮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这句的大意是人和禽兽的区别只有一点 普通的人丢弃了他 而君子保留了他 有些人为了一己私利 毫无底线地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 又或者做一些出卖自己或者灵魂的事 这些事可能当时能得到好处 但是久而久之 事情就会不受控制 犹如没有堤坝约束的河水 变成了泛滥的洪水 不仅害人也害了自己 所以做事要有底线 这样才会有好的人生 不然别抱怨自己命苦 三,骄傲自大 尚书,满招损,千受益 谦虚是一个人的品德 也是一个人的修养 更是一种胸怀和谋略 为人处事一定要懂得谦虚 曾国潘曾说过 人生大部分的失败都源于两字 一个势懒,另一个就烧 骄傲会让一个人变得目中无人 不知天高地厚 在这盛气凌人的气场之下 只是一个纸老虎 骄傲的人总喜欢取消他人的弱点 却对自己的短处视而不见 这种人以诋毁他人为乐 久而久之只会让人觉得他心胸狭隘 力气十足 这样的人不仅会让人厌恶 还会被人当成敌人 从而处处受限反而耽误了自己 这样的人怎么会不命苦呢 有人说人的命运天注定 其实非也 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你对他人谦虚 他人就对你恭敬 你凡事不计较 自然不会有那么多烦恼 做人守得住自己的底线 也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做人淡然 得不到的不要去计较 得到的要用心对待 这样才能幸福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